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ULM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谭善雄的演艺人生 谭善雄原名叫谭丽河,河花的河 她是在1931年8月28日出生的 她曾经做过粤剧的名领 另外也是一个资深的影视女艺院 她也曾经服务过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 谭善雄的直观是广东的江门人新汇区 她是澳门出生的,是澳门的蒲籍华人 她的配偶是林德强 她有一个女儿叫做林凤芯 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分享谭善雄的入行经过 谭善雄在1931年在澳门出生 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出生的 父母是从事洗衣和烫洗的工作 组组织是江门新汇 她后来就拜了这个京剧名师 粉菊花和吴诗依学习粤 谭善雄曾经帮花蛋王方艳芬做过她的富邦 做了五年这么久 她是行中供应十分勤力和容易相处的一个人来的 后来谭善雄由邓碧云引战 她就在1944年终于可以加入粤剧行业 另外她又经导演周思璐的引战 她接拍了她的银幕处女作 即是第一套电影 她第一套拍的电影叫做行海方云 就是在1953年拍摄的 在1961年 谭善雄和其他八个大者 包括任兵仪、朱日雄、金影年、 许卿卿卿、谭坤连、英丽莉、李香琴和梁素琴 总共九个人结义金兰 组成了九大者的金兰姊妹团 到1970年 谭善雄为了照顾她的女儿 选择逝影 一路逝影到1987年 再次复出 在年轻时期 谭善雄的角色 多数是演一些风骚的艳妇 或者一些刁蚓的十三点小姐 她总共参演过160出的电影 后来复出之后 她就参加了无线电视的演出 由1990年到2001年 她加入无线电视 她曾经参演过多部经典处景剧的演出 包括茶煲世家、焦阳、李思琦、薛家宴、刘南光、黎孙、关海山等人合作 另外她也拍过《真情》长篇的处景剧 一路到2001年年尾 约门离开无线 结束11年的宾主关系 在2001年 她离开无线后 转投到亚洲电视 在亚洲电视 她拍摄过《亲子情未了》 《有求必应》 《万家灯火》 和《妈妈我真的爱你》 等等这些经典电视剧集 一路到2004年 也离开亚洲电视 并淡出了影视圈 正正式式地退休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谭善雄的家庭状况 在1962年12月初期 谭善雄搬到西九龙油麻地定居 跟她的妈妈、舅父和侄子一起居住 在1962年冬季 在1962年冬季 他们就由尖沙咀的保勒行 搬到港岛半山区的柏島 其后在1964年 他们就购买了在九龙塘尾 近着这个冬祥道的一栋新营楼域 而在1962年12月1日 谭善雄和交通警察林德强 在香港婚姻注册处 注册结婚 当晚就在尖沙咀摆起酒 在1962年 在1962年 谭善雄就丹下了她的独生女 林凤心小姐 在1961年 谭善雄就在荃湾青山道 即是现在城门道7号 到这个考评局 荃湾平核中心 开设了一家酒家 叫做鸿梅酒家 其后在1970年 拍摄完三杀手之后 就专心照顾她的女儿 暂时适应 一直到她的女儿长大之后 然后又被朱逸虹 朱逸虹就是九大姐其中一个成员 力邀她复出 接拍第一出的电影 《七年之仰》 这个时间是1987年 其后 去到2015年 8月29日 谭善雄的丈夫林德强 因为胆脏手术之后 身体器官受到细菌感染 因病逝世 在两和医院中年92岁 结束了她们53年的夫妻情愿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谭善雄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休息一休息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 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我们的阿N和阿Lang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谭善雄的演艺人生 好,拜拜